特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民 今天我们来说说加沙 关于前段时间的一个新闻画面中有 就是以色列在要轰炸一家加沙居民的时候 是提前通知了他们家 然后就说一个小时以后将要轰炸你家 然后请你述手离开 这个视频的主人公叫纳吉瓦,是加沙人 然后我们今天就要来说一下关于加沙和加沙的隔离墙 以及以色列的管控是怎么样的 我们要说以色列就是把加沙围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天然的监狱 真是毫不为过 具体是怎么样的 我们从地图上是可以看到 加沙是一个两面靠近以色列 一面靠近埃及边境 一面临海的这么一个地形 在这个365平方公里的那么一个范围内 居住的是大约300万人口 为什么说大约呢 那是因为在加沙这个地区 至今没有准确的人口统计 包括联合国都没有准确的数字 整个加沙的隔离墙都是由高八米 厚一米的那个水泥钢筋隔离墙 还有一部分呢是由金属材质的 就是刚新版那么组成的 差不多一百米会有一个 以色列设置的一个就是观察哨所 整个边境隔离墙呢 而且呢布满了以色列的那个各种智能电子设备 红外摄像 视频摄像机 声音辨识 雷达 这些先进的智能设备呢 它可以实时的自动辨识一些发出的各种声音 比方说人的说话的声音 鸟儿叫的声音 还有坦克的声音 以及比如说运动的摩擦声 如果你比如说你骑个自行车 地面与自行车的摩擦的声音 在整个边境的三百米 它是一个隔离区 是一个军事隔离区 就是严禁加沙人靠近的 这一旦靠近了 它是会被那个以色列军警 是会一个直接就是会被射杀的这么一种情况 我们现在再来说说那个加沙靠近埃及的这么一个地方 加沙靠近埃及的地方 当然也是压缩了加沙的那个领土 然后修建了也是修建了有隔离墙的 而且设置了一个检查站叫拉法口岸 也是由以色列的军警来把持的 加沙人从埃及要运输的各种物资 都需要在以色列军警的严密监控下才能进入 很多东西是被严禁输入的举个例 水泥都是不允许运进来的 我们都知道加沙是常年处在这么一个战乱 贫穷落后的这么一种情况 水泥作为这种战后重建 比如说那个建筑修复的这么一种必须的物资 以色列是怎么解释的呢 以色列是说这个是可能被哈马斯用来修筑建筑工事 修筑那个岩铁又来进攻我们以色列的 他是这么一种解释的 现在说海上 整个加沙它海上可以活动的范围 以色列规定的是十公里 意思是超过十公里 也是不允许出入的 一旦出入 以色列军警一样会给你来一个无情的射杀的 以色列就是通过这些办法 把整个加沙围成了一个铁筒 在整个加沙范围内 是不允许拥有任何飞行器的 包括那个小型手工业加工之类的 一切都是需要以色列的那么一个同意才可以的 举个例 你家要开个小工 小手工作坊 你小在范围少的话 以色列会同意你 如果一旦你这个发展壮大了 以色列它会直接关掉你这个工厂的 以色列对于加沙这个地方的 那个电力管控 它也是就是限量供应的这么一种情况 因为它不允许你通过大量用电 然后通过一些小型的工业来发展壮大你 它不允许的 我们有一种说法是 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那个希望是在于教育 以色列对这一点它也是知道的 所以说它在这一点上对加沙人也是管得特别的严 当年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的时候 以色列第一时间就中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以色列的活动以表示抗议 2014年以色列就轰炸了联合文教科文组织设在加沙的三所学校 2017年以色列又轰炸了加沙的一所学校 在刚刚即将过去的2021年 以色列又轰炸了加沙的三所学校 其实我觉得用屠杀这个词真的是更合适 所以至今为止 加沙这个地区三百多万人已经没有一所学校了 一所学校都没有了 以色列就是要通过这种掐灭巴勒斯坦人的那种希望的这种方式 想让他们放弃抵抗 从而用这样一种方法来达到一个 让加沙一个贫穷落后野蛮不文明的这么一种情况 而我们每天可以通过新闻报道所看到的 是这么一个文明自由发达的这么一个以色列 而且在这次2021年的那个巴以冲突中 以色列轰炸了那个美联社以及半岛电视台的那么一个媒体大楼 我们说这轰炸了媒体大楼这像什么呢 这就好像这一栋大楼失去了灯 熄灭了这灯 这楼里面发生了什么 请问你知道吗 我知道吗 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 只有以色列知道 只有加沙人知道 所以我才说 今日的加沙真的就如一同人间炼狱 就像视频中那几往声泪俱下的说 我也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错 如果真的是要说错的话 那就是我们生活在加沙 而这些就是今天残酷的 现实的 真实的加沙 好了 多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谢谢大家 再见